我覺得國民黨永遠有把自己陷入 絕境的本事 明明就要脫離泥澳 我坦白講這件事情我我 我必須要講 國民黨在藍白河這個過程中 我一開始就說 柯文哲拿到戰略的先手 而國民黨在戰術上處處贏得 贏得小利益 堆疊成勝國 我自己在那邊就講過 因為是柯文哲在藍白河這議題上 帥先衰鬼的說來比民調出了我願意推 所以國民黨失去的戰略先手 因為那個時候國民黨包括侯正寅 沒有回任何東西 然後沒有接這個 所以那時候的民調看起來 是有受一些影響 柯有受到 柯有上升嘛 到了五天之後金府衝被迫應戰 或是說國民黨被迫應戰嘛對不對 可是整個戰術的細節處理上 金黨是做得很好嘛對不對 包含陳志涵打電話來罵 包含柯文哲自己動不動就罵人 包含國民黨專委區等等 其實在昨天以前 我認為國民黨已經找到分手的正當性 對不對 大家就趕起來比喻嘛對不對 已經找到分手的正當性了嘛 連包含業員只都說對不對 一天接到五通電話 萊茵打電話去罵人嘛對不對說 你不要再理科文 還有跟這他是六通不是五通 對 因為他平常服務不多 電話沒那麼多 哈哈哈哈 你還是對他那個講理 有沒有要去跟馬文君求勞 跟給你嗎 那五通五通五通好不好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我國內委已經結束了嘛 就像昨天去這個葫蘆寺 那個參拜 三個人喬八次位子 這很厲害 他超越數學的定理你知道嗎 我以前是數學之後班 我一路學數學 以前就告訴我數學是完全不可能會有例外的 數學一加一就是二沒有等於三 三個人最多喬六次位子你知道嗎 六接的 對不對 三個人怎麼排都最多就是六個排列組合而已哦 還可以搞八次 表示有重複嘛對不對 哥文哲怎麼又被拉回來 柯文哲怎麼被拉回來 他是C舞曲三在排 他很奇怪嘛對不對 好那既然呢 昨天柯文哲也已經表態很清楚了嘛 我就是喜歡初戀奇人郭台銘 對不對 順勢分手了嘛 對大家都好啊 不然你想怎樣 就今天早上柯文哲發一篇臉書 今天發文啦 金是金下的金哦 哇塞 國民黨都把二個局全部輸光 說朱立元主席打給他 提了兩個建議 一個叫日本模式 一個叫德國模式 日本模式是立委提名人投票 不是神經病嗎 人家提11席 你提69席說立委提名人投票 你知道這跟吹牛你六顆我六十顆才子 有什麼不一樣 我六顆怎麼喊就六顆六嘛對不對 我六十顆我都看不到 你都吻屎 這有什麼好比的對不對 德國模式更怪 那政黨支持 可是問題是你投票是有規定 國民黨才能投是不是 還是民進黨才能投 中心選民啊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 我就是沒有支持任何政黨 可是我憑習俄論 柯文哲就是比侯爾也好 也有啊 為什麼德國多黨制嘛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嘛 結果搞到現在 柯文哲直接派說 你們這是亂搞嘛 然後最帥是什麼 柯文哲直接說 比民調物殺方園內我退 這很兇耶 差3%我都退 等於我讓3% 對啊 這很兇耶對不對 等於是圍棋是先浪先手加浪兩根子耶 對不對 你國民黨還不敢比 而且他現在一直說 那侯友宜你要不要回 對啊 如果你連我讓3% 你都不你都不回 或是你不答應 那你想想看 在選民的心目當中 會變成怎麼樣 變小狗 不敢的是小狗 對這個這個真的是 這一首兩邊一下 你真的不懂到你騎要 對啊 而且重點來囉 每一老店 你不知道昨天不是很衰鬼 三喀都侯友宜25 柯文哲只有19 四喀都 柯文哲23 柯文哲只有15 都贏67% 你問67%還加3 對不對 國民黨要不要接招 對不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變成說 整個局限變成說非常非常慘嘛 明明國民黨就找到分手的正當性 明明社會上已經開始覺得說 柯文哲是個政治劈腿男 同時批郭台銘 又同時批侯友宜 又覺得柯文哲裡面的人沒大沒小 陳志然沒事打給金服 這些我都公開罵過嘛 我的天秤已經倒向國民黨了嘛 國民黨倒閘 你的天秤 國民黨林濤 我不知道林濤你不領情 我跟你講 我昨天以前 我今天以前所有節目網上都找到 你去看我是不是罵民眾黨 我又不是在那邊 我是真的 因為我無所謂來賣何不合 對我來說哪有差啊 對不對 合也可以不合也可以啊 我意思是昨天以前真的是天秤倒向國民黨 就一直找起來傻眼 搞成這樣 第一次看過李正浩這麼好心 國民黨真厲害 所以我就是要突顯這個李正浩的開心 就是李正浩基本上有兩個論點 第一個他很好心他要幫你好不好 第二個他很開心找兩個心 那他很開心呢就是看到藍白不合 那剛才李正浩講的很多就是說 我找到很多理由 我幫你找到分手的理由了 幫你找到推坑的一個相罵本 分手之後 基本上大家會覺得罪人是誰 好 可是這個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 我問一件事情 分手會贏嗎 藍白不合會贏嗎 我就問這個問題就好了嘛 我舉一個非常新的一個資訊 美利島民調 賴清德在民進黨還沒整合派 這個大陸前現在是三十六點六 這幾乎是他最近得這個 最高的 對最最最最 的猴二十五點八 科十九點五 猴是贏科七點六個百分點沒有錯 可是我就問一點嘛 到最後撒卡都排在選 請問氣保氣得乾淨嗎 你氣得乾淨才會贏嗎 請問你氣得乾淨 如果氣不乾淨 那第二名第三名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講說我一開始就講 國民黨裡面一定包括朱主席 包括黃綠錦如 說什麼希望大家還是不是能夠談 好 所以數學大家都看得出來嘛 對不對 那我在節目也講過不合 大家都知道會輸 那你們大家到底在想什麼 可是合要怎麼合 大家就是沒辦法讓內部 如果你講的還是希望能夠合 但這個立委參選人就剛講 那六十九比十一 朱主席把這個提出來 柯文哲看拿出來就給他說 各位你們大家平平理吧 他六十九加大業大家跟我比 這樣對你們來說真的會有好處嗎 基本上我們現在就是找所有可能方式 國民黨現在兩個軸線嘛 第一個軸線是我們自己的造勢在辦 其實六都一直在辦 我出生入死 一輩子什麼都不辦 就是怕民調 確實有國民黨辦的這些造勢 有張顯在侯以為的民調拉抬 確實拉抬 我昨天晚上還去龜山 我想說八點半了 八點多了 侯市長會不會來 哇賽 八點半他還是到龜山 在跑中型的這些造勢 代表他很認真 有303民調上碼 第二個我說為什麼說的可能性都有可能 因為基本上台灣民眾講的全民調 他是有誕書的 他的誕書是說我一半 要手機嘛 那從去年的民調看起來 是傳統的民調 加上一些網路的參數 這是最後比較符合勝選的結果 而不是說你有一半 是這個手機的民調 你說這個美立陶民調 代立安老師為什麼每次都沒有手機 基本上他是認為傳統民調 他才有辦法做分層 才有辦法做掌握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意思是說 不是我今天不採取全民調 是人家的全民調也有誕書嘛 我同意我同意 所以林道我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你們可以跟他講說 我堅持好我就跟你全民調 但是只是我的方法 希望用全市化 可以這樣子嘛 大家水鬼嘛 或是再大氣一點 你不要讓我三趴 我也不要讓你出去江湖講話 大家全民調 但是用單純市化 不要加手機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樣 可是你當出來一個69比11的這個方案的時候 那讓柯P就拿著當一個化尾啦 你看 你吃我豆腐69比11誰 所以他才會說 嗯這個方案 就已經知道結果了 那還需要比嗎 他就吃你們豆腐 然後再加一個 我讓你三趴 就變成是 感覺上人家水鬼 就覺得我讓都可以 我覺得就是全民要再爛 也沒有立委投票爛 所以接下來 我覺得啦 就比柯文哲更多一點嘛 量四趴 更水鬼一點嘛 我好有一趟六趴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我覺得有一個好事 因為大家原本以為 第一個第一班車 大家以為末班車是10月31號 對 開走了還有加班車 OK 他以為今天的加班車是11月3號 最後有後班車 那看起來還有再一班下班車 我覺得至少 爭取一個時間的空間 火車路人會說 違反人勞西法 第二個我覺得 五哥我覺得 藍白河是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是聯合政府的政策要討論 第二個就是政府人選要討論 那政府人選 我真的很同意 剛才五哥的說法 水鬼一點 不是說我今天讓四趴五趴 而是說針對假設 大家真的很糾結在全民調 那我們可不可以針對全民調 或是這些可能方案的細節在談 可是你不可能門就關起來嘛 OK 現在最開心的是 李正浩說 你最好是現在就宣布分手 再也不談 沒有是林俊憲 身為這個 對委員可能等一下很開心 他更開心 那我覺得說身為主席的立場 怎麼可能現在把門關走 OK 怎麼可能宣布說 再也不會開加班車的 那請問一下 不會嘛 朱主席希望還能夠再開加班車 勝貨到11月24號 最後登記的電線前 希望把這車加班到那時候 喉呢 因為喉是昨天 他是選戰主帥 他直接出來講說 過了火車過戰不等人 就到今天 對 那當喉這樣講的時候 可是朱顯然加班車一直在家 那怎麼辦 可是五哥後來那個 有一個敬喉人士發一個新聞 就是說其實加班車 就是末班車不是今天 OK 所以我覺得說 所以我說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在談判的最尾端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的資訊講說 圖窮必現 哇圖窮必現 就是柯文哲在分話你們 所以這一個階段 大家知道這兩個禮拜很重要 諸侯在所有的方式 所有的方案都要有共識 OK 因為你只要沒有共識 只要電話露接了一通 你可能就會被見風插聲的可能 第一個 第二個是你有看到現在 我們講說今天是末班車 明天可能會有加班車 你看到像我在講說一九六二的古巴危機 你再談成解除古巴危機的前一天 是一片祥和還是覺得世界要末日 是覺得世界要末日操作才彈和嘛 所以現在的兵凶 就是大家覺得說劍拔弩張 或是所有的底牌一直在出 除牌速度越來越加快 這是談判在最尾端接近底牌 浮現的非常正常的一個狀況 你知道所以這個方案侯也答應 這個方案 就是六九十一 侯也答應 基本上所有的方案 現在諸侯全部都是on the same page 我們還是要先假設會整合成功 然後再往回來推 看到底會發生什麼變化 那張南他們現在談整合會有困難 是因為排第三的想整合第二的 就是你國民黨現在排第三 你要叫第二的退給你 所以整合困難度當然有 就整個就是一個人要放棄嘛 你一定要退一點 你要退嘛 那現在柯文哲第二 他當然不願意退啊 那不願意退 柯文哲怎麼去應付國民黨 如果朱立倫的那個提案 柯文哲有認真想 或者是說他不願意 其實這些應該都可以談 那柯文哲把他丟上臉書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全民公審 教律長這應該秘密嘛 柯文哲不要以外 他還提出他的方案 柯文哲的方案看起來比較大氣 那一般台灣民眾也看得懂 用比民調嘛 對啊對啊 而且還浪 那你說這個氣勢上誰贏 都可以嘛 所以國民黨如果還在幻想可以整合的話 就會被柯文哲玩好玩滿 玩到登記嘛 對不對 因為你等於一直在求柯文哲 但是你覺得柯P這些做法 還是在玩國民黨 那當然啊 如果以社會上的認知的話 那柯文哲有沒有道理 柯文哲不只講大家聽得懂的民調 而且我還讓你耶 對啊 誤差都算不得 那大家看國民黨的方案 有陷阱嘛 對嗎 照那個朱立委那種提案來投 那當然國民黨贏嘛 所以你如果老三想整合老二 本質上就有困難 那國民黨就從三月 如果那時候就夢醒 就認清時事 就開始真正的進去選 就不會產生今天這種狀況 因為你老是幻想有一天藍白未合 所以對柯文哲他就不敢去碰他 那又怕柯文哲到立委選舉去提名 那國民黨立委也不敢去碰柯文哲 那柯文哲不做到才奇怪 那柯文哲現在跟國民黨原本比的 就是誰是反綠的大聯盟的盟主 那看起來柯文哲現在占優勢啊 民調他贏啊 那你會叫他退給你 那哪有可能 所以柯文哲他現在 不斷的談這個整合 基本上是為了確保以後的氣保 第三名可以被放棄 那柯文哲有兩個 第一個誰比較有道理 給他民眾看嘛 看起來而且柯文哲氣勢強嘛 因為柯文哲一直用大家聽得懂的簡單 簡單的方法 那國民黨不敢 那氣勢上就輸嘛 再來 柯文哲還浪咧 我就講這種話真的是 柯文哲最要求的 扭你三八八 跟我們這種還不敢 對不對 然後 如果萬一 柯鍋再談成 鍋再靠過來柯這裡 那柯又會往上衝 那國民黨又會被極大 很嚴重的被縮小 那這個就符合柯文哲可以操作氣保 嗯 你如果老三跟老二有距離拉開 那氣保 氣保柯文哲的局勢就出來了 柯文哲第一 可以選總統他選 如果不能選總統你叫他當副總他不要嘛 對 因為他民調第二他有正當性啊 那他玩 就是說 他 國民黨不讓他 那他就玩氣保 嗯 而且他可以形成 未來的國會 多擋不過半 這是柯文哲的兩張牌 那你 國民黨一直在幻想 可以跟柯文哲談 柯文哲談 所以你現在就要站不站 不敢不敢站 所以柯文哲當然他越做大 因為柯文哲會講話嘛 柯文哲會跟民進黨打嘛 那兩邊一打 那柯文哲當然就被邊緣化嘛 尤其 現在的邊緣化我覺得是 柯啦 嗯 就是柯選不選一個問題 那103萬的連署 那柯如果不選他支持誰 這對國民黨是麻煩的 他不選他不可能就不管了嘛 那他可能就支持柯文哲 那國民黨一定會不會再縮小 這個就是雙技的東西 雙力氣死 對不對 那 郭台銘現在拿了103萬 雖然有多人被收押啦 被 被交保 被交保等等 有多人被逮捕 但看起來 已經 講說我拿了103萬 還有人在討論他會不會退休 有哦 所以 假設 郭台銘退選的可能性一直在 大家一人認為他選不下去 那 以共產黨那個對沿路完全封鎖的 說他什麼 要可能要被罰180億 哦 人民幣 大概 人民幣 1800億 1800億 對我再講一次 那富士康馬上就發中訊說沒有 嗯 好 以共產黨這種 言論這麼可怕的國家 突然間跑出一個 你說 郭台銘看了不會怕嘛 富士康看了會沒有感覺 所以 我認為在這種狀況下 共產黨在幫柯文哲整合啦 郭的退的可能性 已經說喊103萬 今天在座 我想很多人心裡面還質疑 他真的可以選下去嗎 哦 所以 在這種狀況下 如果郭再退選再去挺柯 那猴絕對老三啊 那國民黨如果不早一點認清這個局勢 就是這個末班火車 末班火車還加班 後面還有好幾班 那你永遠不跟 你就沒有辦法跟柯 做一個切割嘛 民進黨跟柯文哲打了好幾年 才分牛才切割清楚嘛 對不對 那你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還在做這樣的一個幻想 所以哦 我認為啊 柯文哲其實 他有時候好幾次不小心 他都講得很清楚 他說就算我讓你 你後友也選不上 這已經是很大的侮辱了 委員你剛才一直提到國民黨是第三 然後柯文哲是第二 可是我剛才跟你講的美麗島民調是侯 25.8 我借你 我借你 所以基本上你一直在講說侯 有一第三 怎麼老三要去找老二談 誰要跟你談 這個前提 目前看起來是不存在 你老闆說 你倒是帶風向 第二個 你看到委員剛才講到就是說 你這個老三老二把你說老三變 要去跟老二爭 然後第二個講說你郭台銘 就是民黨現在就是在宏觀調控嘛 這個拉起來一點 這打下去一點 這起來一點 不是台灣選民都在看在眼裡嗎 你要回事嗎 你不要看不起郭董 郭台銘會不會是個變數 那當然是個變數 選舉有時候比的是氣勢 嗯 那郭董如果他沒有選 那除非他他就不管 這也不大可能吧 那如果他繼續有參與這種選舉 如果他本人沒有選 那他會支持誰 一幕前看起來 當然柯文哲最有可能 那柯文哲也在營造這樣的舉嘛 他那天不是椅子喬好以後 柯文哲快去郭台銘家嘛 真的談事情還會公開宣布 這就是要讓外界知道嘛 我跟郭台銘還是有這樣的感情 雖然他連署連署 這雙擊就是選舉的技巧嘛 這就比一個選嘛 那到最後就是希望啊 就是說泛藍的 就是藍白的選民 那你們大家覺得 誰適合當盟主 誰比較強嘛 柯文哲很會玩這個啦 國民黨如果你不認清楚這一點 你一直希望能夠把柯文哲壓下來 當成副的 做不夠嘛 國民黨以現在的黨的氣勢 以現在的制度哪有可能 這個方案出來我也很訝異啊 早上的時候才在說 我們會提一個新方案 這一輪還要再約一次 大家還在問 要提什麼新方案 柯P的臉書 蹦一個就出來了 結果看到那個方案的時候 我們實際上說 啊 柯文哲會答應嗎 如果柯文哲答應的話 他現在就回去開選那個選決會了 他要把79席 就73席區域立委跟原住民全部提滿 全部要把你提滿了嘛 我說開玩笑 因為還沒有截止登記 他們馬上明天就 今天下午就給你開了提了79個來比啊 我覺得這個方案真的是 讓我覺得有點荒謬啦 有點荒謬喔 那就是你朱立倫 朱立倫一直還想要約嘛 那當然柯文哲又說了新方案 那柯文哲一直不提新方案嘛 那柯文哲也很怎樣 你提完新方案以後 我跟你嗆一個誤差範圍嘛 那當然你一比下去 柯文哲贏啊 柯文哲之前是說比民調輸的退啊 他現在不是喔 你贏我3%我都退喔 不是輸的退 我贏你但不到3%我都退喔 那你現在國民黨要幹什麼 那國民黨任命吧 我剛剛講其實剛剛林濤也說嘛 大家現在看的是個 那個衰鬼的那個氣勢 所以國民黨最好的一個方式 我不知道會不會啊 就跟你說大家比全民調 你也不要讓我 但是我堅持要求要全世話 因為世話還是手機平良 你講那個大家有得揮啦 就我說這樣比較公平 你說那樣比較公平 老百姓哪知道世話 跟那個手機加起來哪個比較公平 然後反正每個專家 那手上一把號各吹各著掉 大家都這樣 可是你這樣 你氣勢最起碼不輸嘛 侯友一最起碼可以直接出來說 我不要讓你讓 何必大家公平來就全民調 可是國民黨會這樣做嗎 那你不回應也不行啊 我覺得一件事 問題是 朱立倫你到底還要玩多久嘛 像問題出在你朱立倫不放棄嘛 你不放棄了 結果當然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剛才林桃也說了嘛 你要遞給柯文哲的時候 侯友宜一定知道啊 侯友宜昨天晚上的臉書 又把火車開回來啊 其實侯友宜的臉書 前半段自己寫的啦 那跟柯文哲喊話 是幕僚加上去給侯友宜看過的 他本來沒有喊話啊 沒有 他自己寫的那一段沒有喊話 幕僚寫完 當然你要登出去 侯友宜一定看嘛 那侯友宜為什麼會同意溫情喊話一下 就你朱立倫要提新方案啊 一定是朱立倫說 我提方案看看回應嘛 因為朱立倫還想提方案以後 再約一次談嘛 最簡單的一件事嘛 如果朱立倫要約談的時候 我問你侯友宜能不能不去 侯友宜不去人家說是侯友宜不談嘛 是你破嘛 所以侯友宜比較慘的一件事情是 朱立倫要談侯友宜就得被逼得去嘛 這不是現實嗎 禮拜二晚上那一局 朱帶了 張俊庭 柯帶了周立修 侯呢 一個人 連幕僚都不帶了 他整 他下午就在跟幕僚在那邊開會嘛 開完會也覺得好像談不攏了嘛 那就自己去就好了嘛 連幕僚 幕僚當然會 在裡面當然要寄大家講什麼的意見嘛 我不帶幕僚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算了算了 我也不想記了 我也不想記了嘛 這不是很清楚嗎 所以侯友宜那一邊表現出來的心態就很清楚了嘛 當然那一天約是應該是中午過後約的啦 中午過後約的啦 那上午的時候 侯就是在那邊講說 柯話都講成那樣子了 還有什麼好談的 那是10月31號 上午啊 對啊 都上午還在講 有什麼好談的 柯都把話講成這樣了 怎麼樣 下午就 談喔 又約談喔 那就 他就 就直好去啊 可是一夫 你有沒有聽到林濤剛講一段 這是他舉古巴維基的一個例子 在最後那一天 你為什麼不講那個烏二戰爭 人家在旁邊等很久 都不會打不會打到最後不是打進去了 喂 現在想反啊 現在會打會打 欸後來 結果就沒打了 這是邏輯上是想反的 你就是在旁邊一直跟你說談談談談談 談到24號開戰了 他就打 現在看起來已經開戰了 他就是 欸你之前不是很有信心也坐我旁邊講的嗎 其實其實我 你現在要不要道一下錢 不是三公因為基本上我覺得三公的評論 我簡單回應一下 現在看起來是彼此的支持者已經將近開戰的狀況 我們每天的LINE每天電話打進來選服的 電話都已經是用很激烈的這種情緒了 自然 可是我說真的 在大家情緒最高漲的時候 朱立倫加碼就好了嘛 對嗆嘛 那就嗆啊 沒有我意思說 現在朱立倫就是兩條軸線 第一個是肇事自己繼續拉 全部的資源去拉 可是呢 他還是要保留藍白合成的 比較可以讓整個在陣營贏的那樣子的一個高度 所以你說朱立倫 他去年被罵成這樣對不對 今年又開始罵他了 可是去年贏了嘛 那今年一樣嘛 他也可以直接 恰不說到破局 林桃你的邏輯就是那種標準那種 朱系人馬的系統裡面 死都要幫朱立倫變道隊 沒有啊去年他贏了嘛 你都要幫變道隊 我沒有說要幫他變道隊 我只是說站在一個主席的立場 他還是希望說有意思的可能性 那我們就讓藍白盒 因為藍白盒確實贏過賴清德的機率 是比較高的 不是啊 我同意站在朱立倫的角度 還是要保持藍白盒的意思的可能性 對 在這樣前提之下 原本兩邊提的方案陷入僵局 所以要提新方案 不是提新的爛方案啊 這應該是一切的根本吧 你講到重點 這個才是重點 林桃以前古巴維基 沒有讓我講完 我理解啊 站在朱立倫的高度 以及他維繫政治生命的狀況 他都希望藍白盒可以 藍白盒陷入僵局嘛 對不對 一個是全民調要加手機 另外是民主式初選 兩邊都覺得很爛吧 那你朱立倫要展現技高一籌 要提個更好的嘛 提個超爛的 爛到我不敢想像的方案 立委提名人來投票 對不對 那那請問你這個東西 到底有什麼正當性說 我朱立倫真的在為藍白盒好 我同意啊 林桃講的我都同意啊 可是你實務上做了 就讓藍白盒破了 你回憶一下 你回憶一下猴鍋 朱立倫是不是就這樣幹 也有立委參考立委 我們的縣市長 還有立委 發問卷 我們的立委 是啊 猴有贏 那比什麼啊 問一下 如果柯文哲說好 我現在把所有的區域立委 全部提滿 後面補提的這些人 有沒有投票權 哈哈 我的決定 原本 原本應該是要擴大 來做一個大家來做表示意見 因為像之前 剛才上公講的 沒有 對我的意思 朱主席的方案 如果柯文哲 他現在只有11期吧 對 他把他全部提滿 我把區域立委全部提滿了 73家原住民 79 一定69還多 79 後面補提的這些人 可不可以按照朱主席的方案 繼續投票 其實董哥哥 就像上公剛才講的 結果大家都提滿 79 當時候租郭坦 都說那縣市首長也來籌 你沒有回答我 你也沒有回答我 因為古巴 我至少 回答假設 我是正式學 我至少還是正式學的措施 古巴危機真正的一個轉折點 不是什麼善意 善意出在哪裡 甘乃迪說 我把土耳其的木星飛彈撤 對 撤掉 那是先釋出正戰率 朱立倫今天這方案是什麼 你喔 還不讓步啊 我在阿拉斯加放義勇斌飛彈 這個國民黨沒誠意嘛 沒有 最近義勇斌試射失敗 真的 那你要立委候選人 應該也讓我們民進黨提議 也可以投 哈哈 我就知道 那 那我要問 那退選的可不可以 可以 沒有算半張票吧 沒有 退選不是 不是來亂聽人 你看嘛 民進黨有3.5張 像委員講的嘛 所以你看很多 郭台銘的連署站 會有民進黨的 立法委員的一些影子 在那邊嘛 就是在繳默啊 你這樣再想下去 郭台銘的特色 我就知道他一定會說 你不要侮辱郭台銘好不好 而且被抓 桃園就被人家抓到了 一些被抓去受邀的有沒有 今天又有小英子有會的組長 所以還有國民黨的前中常委 桃園就被抓到民進黨的人設 小英子有會的組長 我覺得這是認知差異啦 因為柯文哲從頭到尾 對不起 他就是希望說 有一個公平的比賽方式 不管你們怎麼覺得他很奇怪 他就是很堅持要這個科學 來定勝負的人 那他的主要的核心支持者 也都認為應該採取這樣的方式 不然他們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我退 那我相信侯市長他的支持者 也需要一個理由 如果他當富的話 那現在就是僵持不下嘛 那我覺得國民黨內部 他還有很多種有趣的版本 大家還記得嗎 那個郭台銘當時 他們還比了什麼 縣市長 縣市長去評選 他們誰要投誰 然後誰的支持度比較高 所以他們還有很多種 還有立委 對立委 然後什麼里長 各種方式都沒有 立委 我是說我最近聽到 就是針對這個總統的這個部分 好 那就有各種各種的 很奇怪的評選方式 但你怎麼聽 你就會覺得說 這完全就是不公平啊 你就是設計了一個遊戲規則 而這個遊戲規則 你已經看到那個台子上 第一名就是侯友宜 那第二名才是柯文哲 他絕對他就算跑百米 他也追不上他 所以說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造成雙方歧義的原因 那我覺得趙大哥他講了一句話 非常的有道理 他說呢他當然就很生氣嘛 他覺得說大家都只是為了自己而已 那他就說 我覺得他講的相對公平啦 他說國民黨說讓 但是呢從頭到尾都還是在堅持民主初選 這個叫做讓嘛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從一開始說要民調 後來說當富的也可以 但最後還是堅持要民調 那這對他們來說好像也不是讓 可是柯文哲其實從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說輸得退 然後推薦嘛 所以總而言之我覺得說 總統的這一局很多人認為說 好像談來談去是一個空 沒有辦法整合 但我覺得存在本身就是意義 因為這樣柯文哲跟朱立倫 他們可以坐下來談 就未來如果說在野極大化 去共同推不管是18歲公民權 或內閣制這些東西 有一些初步的共識 甚至是這些在野的領袖 有很勇敢的承諾跟選民承諾說 我們要遵守財政紀律 我覺得這些東西本身就是 有價值的承諾 那你也不要說大家就是一場空 什麼都沒有 當然我覺得總統這一局 各自都還是有各自的一些想法 跟主體性 我覺得如果真的不行就不要勉強 然後也不要相互的為難 我們很清楚國民黨現在在做的是什麼 他們就是要讓棄保這件事情 因為柯文哲長期以來 我覺得最簡單的一個理解就好了 如果侯友宜對自己這麼有信心 如果國民黨對自己這麼有信心 為什麼不比民調 如果說你們真的覺得 你們民調是會贏的 你們為什麼不敢比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他們是不是在操作一個局 就是說讓很多藍營的支持者 原本相對來說 比較可能會投給柯文哲 因為他會看 他會覺得說最後他們會投給機率比較大 然後到最後他們投不下去 那這個是在算計什麼 你是希望為了自己的權位再爭 還是你是為了2024的在野 能夠真正促成政黨輪替 不管是柯文哲會贏 或者是侯友宜會贏 他們似乎是想要把這個局全部都毀了 志涵今天一整集忍了這麼久 到剛才終於講出他心裡的 對你們就是要佈這個局 就是要讓本來會投給我們的人 然後到最後把所有的過都推到我們身上 然後最後群情激憤就不要投我們 然後最後再也這個 政黨輪替也不可能 明顯 我聽到的關鍵是 不要再相互為難了 對 放開那個女孩 放開那個女孩 我先講啦 我今天跟一個台北市選立委的參選人 他是空戰實力非常強的 他說他最近都不打空戰議題 他要勤跑基層開始打陸戰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藍白高層沒有談層之前 就不碰藍白議題了 第一個 對國民黨 國民黨最需要柯文哲的選票的 需要藍白整合的 對台北市都會去很有幫助啊 可是現在基層的氣氛不一樣啊 他說如果我對柯文哲好一點 即使不齊而喻 當然站台現在不行啦 那即使不齊而喻 或稱讚一下柯文哲 可能白銀的選票拿到幾張哦 可是相對的 藍銀可能丟掉很多 對嘛 就這樣子啊 所以就變麻煩 可是第二個 第二個情況 他也不能過度批評柯文哲 批評柯文哲 白銀的網路動員很厲害 很厲害啊 搞不好就被圍剿了 所以 兩邊都不討好 乾脆就不碰空戰議題 開始勤跑基層 多站入口啊 多跑市場啊 那空戰有關 藍白的議題 就盡量都不碰 所以你不覺得 國民黨很多 原本空戰很強的開始 當然批評民黨 監督民黨持續做 可是對於相關的其他政治議題 包括柯文哲 藍白整合 盡量都不碰 所以對藍軍就是這樣子啊 那至於說 氣保的問題是這樣子啦 當然如果最後高層談不整 總統選票跟立委選票 一定會連動的 不可能切開來啦 相對的我認為 郭正亮委員講說會掉實習 我倒不覺得有那麼悲觀 可是一定會有受影響 特別在包括藍綠 焦灼的選區 國民黨有可能 因為白的不支持 掉了那幾席 我覺得這個是關鍵的問題啦 至於說現在 現在是這樣 要怎麼操作氣保 如果選票各自超過15%以上 你要操作氣保有難度耶 你現在除非柯文哲只剩下5% 侯友宜只剩下5% 那否則兩個都在接近20%的時候 怎麼操作氣保 超過15%以上 甚至到20%就不可能氣保了 所以第一個總統談不成 就注定賴清德得得算 第二個可能讓民進黨繼續執政之外 國民黨跟白色力量的席次加起來 還沒有過半 這是變成藍白雙輸的一個局面 所以為什麼國民黨內還是有些人希望 包括像黃女錦盧這樣子 即使拉下面子也要去喬位子 幫忙挪位子 國民黨內還是有一派有理性的人 希望可以促成藍白整合 這不是在設一個局 而是從大局來看 OK 明天過了以後 你就可以不要再用戒勝恐懼這幾個字嗎 我們一直都是戰戰兢兢的事 藍白合的議題 不管你合不合 這個議題就是會一直到1月13號 無論如何 形式上的合 精神上的合 哪一種合 反正就是會吵到最後一刻 就是要讓氣保發笑 那這個氣保的議題不管怎麼樣 最後一定會有一些悲情的訴求等等 所以這個選戰的話題就是一路會燒 那對於賴清德來講 當然一定是要戰戰兢兢啊 因為對手絕對是藍白合的一組候選人 是主要的對手嘛 那這主要的對手他會怎麼樣去操作 目前看起來柯文哲的戰術是非常彈性的 那國民黨的戰術是怎麼樣呢 他現在寧可放棄總統 他也要國會最大黨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賴清德所面臨的對手 第一個可能是這個藍白整合之後的一組候選人 第二個是國會能不能過半的關鍵 這對民進黨來講 都是這場選戰的重中之重 所以賴清德一直強調說 內湖南港就是國會過半的關鍵 內湖南港這期如果過了 國會這樣能夠過半的 我們會收點 老公幫我記一下有時間 繼續 所以這期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當然對於現在民進黨來講 有列出了幾個激戰選區嘛 那對於國民黨來講 現在我覺得這個火車 最想被推下車的人就是侯友宜 因為藍白河的這個車上 就是有一個侯友宜卡在那裡 我一直講嘛 要發車要發車 侯友宜就站著這個駕駛盤你知道嗎 他長著這個火車的這個發動器 他不開 那大家都動不了 那所以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那侯友宜最後會是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我覺得這個演變到最後 侯友宜的角色會越來越尷尬 就如同我所說 當大家都覺得藍白河的分文要成型的時候 有一個人他成為藍白河最大的阻礙 而大家會慢慢的把臉看向侯友宜 是不是就是因為你 所以導致我們藍白河最後破局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朱立倫也想要藍白河 趙紹康也想要藍白河 所有人都想要藍白河的情況之下 唯一不想藍白河的就是侯友宜的情況之下 侯友宜的角色會非常尷尬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戰到最後 你說現在看起來對藍營的立委很尷尬 因為畢竟在這個談判的過程中 柯文哲不斷的去羞辱侯友宜 或是讓國民黨非常的難看 可是到最後我相信這些朱立倫啊等等這些人 國民黨已經沒有黨格了 所以他們還是會以大局為重的情況之下 會呼籲支持者 藍白河啊怎麼樣怎麼樣 慢慢形成這個氛圍 所以我看起來就是 最後侯友宜就是會被拋棄的那一個人 OK 那導播 剛才那個嘉雲那段大概多少錢 500萬 OK 那既然都已經這樣 你剛才講到這麼多 你忘了講一段啊 那賴清德在內湖南港唯一支持誰 賴清德當然唯一支持高嘉雲 因為他說內湖南港的成長 可是這件事情 嘉雲剛剛講一個 會一直到1月13號 因為好啦 有人有人會直接再講一段 為什麼呢 好 除了總統這一仗 有人會把新竹拿來比 如果誰能夠藍白 誰能夠真的比較明顯 拉到領先的位置 另外一個人會不會就會變成 林根仁的位置 然後領先的會不會變高環 有很多人這樣比 但是總統也許跟那個不見得完全能夠一樣 然後包括總統或包括立委 所有這些盤 可是你真的這樣盤的話 剛才明前特別講 立委這張會不會也一直在這裡頭 會有這樣一些聯動性 楊明會不會 他這個聯動性會這麼大嗎 我認為會 我認為會 會達到朱立倫這麼緊張 矛起來一定要弄得朱立倫的盤 一定最在乎的就是立委這一張嘛 其實現在 我講真的喔 現在朱侯科三個人 誰最希望藍白和 就是朱立倫 就是朱立倫 為什麼 因為老實說 就算今天總統輸了 你國會有沒有辦法過班 讓國民黨變成一個穩定的 這個國會最大黨 他是攸關 未來整個國民黨的這個壽命 就是說你的整個政治生命 在國民黨這個體系 有沒有辦法持續有影響力 這很重要 大部分人都認為 這一次民進黨的立委選情 是拉警報的 包括我們對面的高嘉宇維 也在警報區嘛 而且是被認為說什麼 已經快要進入什麼歐卡的這個 其實我們內部的民調一對一 我們是會贏的 其實我們這一區 因為有一個選票分裂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團結 最後一定會贏 這要收兩次錢 對 因為已經沒有一對一的可能性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聽 我說問題就出在哪邊 比如說 比如說 原本民進黨 預估大概 可能加上部分區 也許在47到55 可能在這個區間 就是 但是 不太能過半 可是 我拿的是 這個是 上面這個是最新的民調 這個是 這個 T台 有台 他做的最新的 上面這個是 馬文軍這個選區 南投的選區的 注意看 柯文哲支持 柯文哲支持 支持馬文軍的 柯文哲支持 有六成 超過六成支持馬文軍 那這六成 如果藍白不合 這六成 有一半跑掉 會影響多少% 可能影響掉 至少六七% 馬文軍如果掉六七% 就變激戰區 這個選區 就不見得是 馬文軍 本來是很穩定的一區 本來他領先十幾% 但是你看 如果一下掉個六% 同樣的我們講 這個是更早之前 這個是 系子 這個高嘉瑜的隔壁 賴品瑜 跟廖先祥 國民黨 柯文哲有六成 一樣 六成以上支持者 是支持國民黨 跟廖先祥 同樣的 這一群人 如果在最後 藍白不合的氣氛下 改變投票意向 有的往賴品瑜投 有的不投 或是投費票 會不會影響 這個選區最後結果 上次賴品瑜 只贏兩千多票 這一次一樣是 現在看起來 廖先祥是 民調是領先喔 但是如果最後 回到變成激戰區的時候 一切都很難說 所以現階段 只要國民黨的立委 現在民調沒有領先到 超過誤差範圍的 通通都可以列為 如果藍白不合的警戒區 這是未來可能 國會過半影響的 最重要關鍵 那怎麼戰一定都是科 比較戰勝面啊 對你們來說會發生這種事嗎 不會 但我先講一下 就是昨天啊 下午的時候 就有人跟我們講說 明天呢就是藍白喝的 最重要關鍵 那我聽到之後就覺得 哇哇 終於有希望了 明天來看一下結果了 然後結果 晚上真的 本來我不知道說為什麼是關鍵 後來晚上新聞就傳出來 三個人密會 那我那時候想說 應該不會那麼閒吧 因為像我跑選舉我都很累 如果我是沒事我不要去跟人家談對不對 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才會密會嘛 那一定會有結果 結果今天又是這樣 我是覺得很無奈啦 就是說 搞到最後變成昨天 那白談的嘛 那柯文哲今天又講說 那如果沒有新方案 就不需要再談 然後柯辦的人講說 不要每次會面 目的都是約下一次見面的時間 講得也蠻有道理的 那我們主席馬上接球啊 就說好好好 那我們一定會有新方案 然後侯友宜呢 站在旁邊又說 對你們兩個一定要有新方案 跟他沒關係 關鍵就是說 那什麼新方案嘛 我們現在直接講 因為柯文哲直接出來說 全民調你們不要 對 原子 他是直接講說 要把直接講說你們要再講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 朱主席想好方法再來講 然後他直接講 全民調你不要 蘇雪我不要 那你告訴我還有什麼新方法 對 因為現在全民調一定沒有了 因為侯友宜就不接受嘛 因為他說請要用新的方式 新的就是排除民調跟開放式初選嘛 那所以就不會有民調 那所以坦白說我也想不出來 哈哈 在場如果有高人的話 指點一下 我是覺得有一個 剪刀石頭布 我覺得有一個公平 我覺得有一個公平公開的方式 然後以前也有人是利用這個方式 來決定選舉結果的 就是抽籤 翻輸啊 抽籤 因為議長有時候投票 頻票 頻票後來就抽籤 贏的人就當議長 輸了就離開退選 以前用這個方法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講的是表達我的無奈 但我覺得我們主席應該是辦得到 原則包括柯鎮營講說 有新方案再來談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那兩個不可能了嘛 對 侯不接受全民調 然後柯不接受初選 他說有新方案在談 朱議員說好 那他當然要去用什麼新方案 那這某種程度算不算直接的講說 新方案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不要再談總統了 立委大家來談 有可能 我覺得應該 因為 好我講白了 我第一次說 要不然你們告訴我 大家都說沒有新方案了 你也不可能抽籤了 那就破局 擱置爭議 擱置爭議就等於沒有 就讓時間滴答滴答 滴答往下走 就是這樣 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啊 蕭哥我覺得還是 談的應該還是總統啦 因為真的就是總統 如果沒有談成的話 立委真的 因為我在節目講過800次 你如果總統沒有談成 立委談不下去 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立委到底 那要人格分裂到什麼程度 才有可能談得成 是不是 我講一個 就是說剛剛將軍講說 到時候會不會 猴跟柯沒有配成一組 然後後來大家就是各顯神通 看找柯還是搞猴 然後變成說好像一種選擇 對還什麼前菜主菜 前菜主菜 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沒談成 柯一定不可能在那台 如果柯跟猴沒有配成一組 我們絕對不可能找柯來嘛 OK 因為我們找柯來的話 你有這個骨氣 我們支持者會罵啊 因為這段時間 因為談太久了 然後雙方支持者的情緒都已經高張了 已經太多人來罵了嘛 嗯 你接到多少電話 我接到非常多啊 而且我不是說接電話 因為服務處在接電話 我是沒有感受到他們的憤怒 第一出來都打到我這裡 我是感受 因為他們都 我服務處的助理都是傳文字給我嘛 我看不出他們的憤怒嘛 我是直接在公園被人家嗆的啊 怎麼這樣 他就說 我沒讀過書都比你厲害啦 虧你還是博士啦 你怎麼可以跟柯本城東人談啊 他就沒人在嗆我耶 我真的喔 對我都說好 是是是 還是請你支持一下 嚴治元為業員心 哈哈 自入行就好 就是說 這是已經被嗆到這種地步了 我們現在真的就是講什麼都不對 因為我們支持者也是有部分 還是蠻支持藍白河的 因為他覺得說藍白河才會政黨輪替嘛 所以也是要讓他們知道說我們也是挺這個 可是你挺藍白河又會被另外一邊人罵 所以這個民進黨政運棚他們都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都躺著選啊 我們這要加倍的努力 那所以你看現在 那蕭吾哥你就講嘛 我怎麼可能 在兩個沒有配成一組的情況下找柯來 是啊 那自責不是罷班 對啊 只有他們兩個一起 一組的 那當然找柯來猴來 兩個一人拉一隻手有沒有 動算 那當然就是很好 所以我們當然是會很希望藍白河 然後如果真的沒有談成 我覺得得不償失 因為這個在談的過程當中 真的消耗了太多能量 雙方也都沒有加分 我覺得我們這邊的支持者會這樣子 民眾黨也不會嗎 民眾黨也會嗎 民眾黨也會嗎 民眾黨也會覺得說 國民黨就沒誠意 一直不願意民調 他們支持者也是情緒很憤怒啊 這兩邊支持者就已經對立了嘛 那還有一個大家沒有想到的問題 就是說 像我剛剛講我面臨這個窘境 我們也想說靠自己殺出一條血路對不對 比如說我今天本來早上開個記者會 去講那個賴清德的防止違建問題 他之前講說那個違建有繳稅 實際上昨天 我們市府說 根本就沒有稅籍資料 沒有稅籍資料 你怎麼繳稅 你交給共匪 還是交給民進黨 你交到哪裡去 就說謊嘛 我早上開個記者會 昨天帶一個記者會 可以來 而且我跟你講 他不是沒有繳防護稅 連地價稅都沒有繳 全台灣哪一個人可以住房子 不用繳稅的 就他 講得非常義憤填膩 自己覺得很高興 然後記者就直接回我 明天沒有人會理你 因為今天大家都要去追藍白河的議題了 我這麼重要的題目 就被這個藍白河給蓋掉了 你就在這裡講啦 對 就是蓋掉了 大家也不會重視啊 就蓋掉了 沒有這個議題如果是國民黨 侯友宜的早就被罵班了 但是賴清德就沒有關係 那所以你看藍白河的議題 一直談一直談 蓋掉了很多 我們可以攻擊民黨的機會 可是如果最後沒有結果的話 有結果就很棒 都一切的過程 那都是過程 沒有刻苦民心 沒有吵架的愛情 是無法刻苦民心 這林勝浩講的 私底下跟我分享的他的經驗 不能以偏概全啊 然後賴清德在這段時間 一直在旁邊講風涼話 哎呀 一場空 一場空 一場空啦 不然就是藍白你看 在談過程當中就吵了啦 以後執政怎麼得了 風涼話都被他的事一樣 躺著選 所以我覺得還是 雖然說這過程很艱辛 我們還是要好好的談 我剛剛就講因為時間不等人嘛 因為時間確實會有這樣的壓力 由於你們現在呢 你們現在的態度 真的是覺得大家不要 如果沒有新的真的不要再來 是很明確的擺著就是這樣了嗎 我想這個不要再來 不是說就拒絕 或是就終止談這些事情 也不是 就是說大家先把各自的立場想好 我們再想下一步的見面 我想剛剛回應一下 剛剛袁之歌有講到 就是所謂站台這部分 還有就是所謂 柯文哲到各個場 其實三個選區去幫忙站台這件事情 當然有些人會說 那這樣國民黨他花錢架個舞台 做一個動員的話 那你柯文哲來 是不是來蹭的來白搭的 其實我想其實也不是這樣 剛剛袁之歌有講 現在其實大家的所有關注點都在籃白河 尤其過去這半年來 其實柯文哲一個人 他光他一個人新聞 就可以帶非常多流量 和媒體鏡頭 老實講 現在你們這一台或其他友台的 幾乎每天都在追著他嘛 那所以其實我們辦一場活動 其實最開心就是柯P來 因為柯P來我站在他旁邊 剛好他今天講了什麼金句 不小心講錯話更好 因為這個就會聯播個兩三天 那我的人像就會一直在這個新聞媒體上一直播 所以其實柯文哲去幫 不管是藍營還是其他友軍的站台 其實有個好處就是 他的新聞就會一直不斷出現 所以你們的立場是覺得 如果總統談不成 如果柯文哲還是可以去幫藍營站台 你們覺得這是有可能性嗎 他其實是非常開放的 因為他是覺得說有一些藍營的喔 其實跟他是蠻友好的 他也是覺得 其實去幫他們也沒關係啊 元智哥我想他也很願意 但只是說如果今天卡在一個藍白盒 那最後國民黨黨紀處分說 不准找他的話 那我們可能也不好意思去害到他們 現在已經不是這個問題 國民黨就算說沒關係 我相信很多小雞也不敢找 現在已經是這樣 現在的時間點有點尷尬 現在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目前的狀況 當然不是說已經拒絕說破局 其實沒有這樣子的 其實一直以來 從九月底那個時候 開始談藍白和什麼黃金會面啊 這些 一開始的爭議是在於 要怎麼樣去決定一個人選嗎 開放式初選還是民調 那後來呢到 後來發現大家沒有辦法定調 所以就說要進入政黨協商 那朱宜倫說進入政黨協商是什麼 就是前面的這些爭議各自都不要管了 我們就來協商 可是呢 這樣我們要怎麼樣去決定一個總統人選 或者是我們要派誰出來 你最後兩黨還是 抽籤嘛 抽籤嘛 然後你幫我說剪刀石頭布嘛 對 那其實在談的過程中 一定柯文哲會說 那我民調高啊 我民調通常都比你高嘛 大部分都比你高嘛 都第二名 那侯友一定也還是會說 我的基層動員能力強 所以到最後又會變成各說各話 那昨天我認為那個局很像是 朱立倫在禮拜一跟柯文哲談的時候 覺得兩個關係還不錯 然後都一起打同樣顏色領帶 穿一樣顏色的西裝 很有默契 兩個人的這個善意 是有堆疊到一定程度的 那所以他可能就想說 那趕快把兩個總統候選人 他當一個中間人 把他們兩個請過來 來談一下 看兩邊的態度 這件事情連現在所有的觀眾朋友 大家都知道 因為兩邊各自堅持 堅持不一樣 對 如果都沒有新的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為什麼要碰面 就是各自堅持 然後我就直接請大家坐下來 昨天有新的侯友宜參加 侯友宜 對嘛 就是侯友宜參加 讓他們兩位就稍微碰個頭 就是以朱立倫來說 他就是慢慢把這個局給促成 那有一再問一下 這運彭等一下一定會講 因為今天你看到綠營 有很多人直接講說 密室協商 你們不是最討厭這個嗎 你們現在不是就在搞密室嗎 那個鐵門拉下來 然後連地點本來都不讓大家知道 要不是尚一夫他們神通廣大 然後就直接告訴大家講說今天要碰面 他們現在就一直在批評你們這些 我想這個事情應該也不是 柯文哲這邊主動提出要這麼做 當然可能就是一個單獨 就是一個去復約了 所以復約的過程就會被人家 講成是這個樣子啊 今天隔天也開也公開的 在記者會上面有說大概的狀況 是什麼樣的狀況 他也是明白的去講 不會說就是就是都 三間其口什麼閉口不談 他也是很明白的去講這些 我講什麼叫政黨協商 是兩個政黨他有一定的施政目標 他的群眾是一樣的 他的支持方向是一樣的 這兩個政黨才有合作或是合併 我講來講合併的機會 其實當時國慶那簡直就是合併了 就是合併了 那麼現在民眾黨國民黨 到底有什麼方向可以合作 有什麼跡象可以合併 選民的方向不一樣 支持者的想法不一樣 柯文哲的目的跟侯友宜的目的 柯文哲的目的跟朱立倫的目的 完全不一樣 這要怎麼合併嘛 所以我說這叫什麼 這叫一個沒有終點的會議 不斷的開 我從2002年在陸軍的莊訓部 開始開瑞捷會議 買M1戰車 大家知道嗎 我們開了多少次會 100多場會 到最後決定說先擱置 以後再說 等到我退伍了 隔了好幾年 中間歷任的陳水扁總統 馬英九總統到蔡英文總統 突然間買了 你知道突然間決定要買M1A2戰車 才開了幾次會 五次會 我前面開了百次會沒有決議 五次會就覺得 表示需要了嘛 就會產生 那麼國民黨跟民眾黨 這個會議開多久 有的開了 有的開了 為什麼根本沒有交集嘛 他講了好多交集說 我們第一個要成立聯合政府 廢話 那當選後才說啊 我們要立委的席次最大化 拿到了再說啊 那這個以後的行政院長 要到立法院來行同意權 對贏了再說啊 這就好像是兩個人 沒錯之言 或者是買愛情青紅燈 現在很多人不知道那什麼書 就是阿兵哥投稿要用的 約筆友出來 約出來第一面見面以後 不是談說我們等一下去哪裡看電影 我們等一下去哪裡約會 我們喝什麼咖啡不是 見面的第一句話先談說 我們以後的孩子要念哪個科系 要念資工要念政治 還是要念醫學 兩個第一次見面 還沒有談戀愛 還沒有談說去哪裡看電影 還沒有去吃過一次飯 先談未來的孩子要念哪個科系 國民黨跟民眾黨就是這樣 主席跟主席見面以後 沒有談去哪裡喝咖啡 沒有談怎麼合作 沒有談怎麼配 先談未來的孩子要讀什麼信 未來要讀什麼樣的政府 這會不會太快了 對不對 所以說基層生不生氣 生氣 為什麼朱立倫會從頭到尾都說 如果藍白不合作 就贏不了 就是對侯友宜沒信心嗎 你提了一個全國民黨有史以來 最讓人家沒有安全感的候選人 可是當時朱立倫講什麼 最強的最強母雞出現 看起來這個母雞 他不是母雞 看起來藍白和也不是未來會有希望 你說很多人講說糟糕了 侯友宜是不是被賣掉了 我從來不認為侯友宜被賣掉 為什麼我先講一講孫大謙說了什麼 孫大謙講他說侯友宜說錯了 藍白整合的過程中 國民黨的朱立倫說了算 而不是侯友宜說了算 先打臉侯友宜為什麼 你太弱 然後朱立倫可以謙虛的表示自己是沒人 侯友宜要分清楚 自己只是藍白和裡面的當事人 不是主角 表示什麼 沒錯 我是裡面的這個新郎新娘之一 可是你搞不清楚 新郎娶誰不是你說了算 你以為自由戀愛 我告訴你這是子父為婚時代 朱立倫說誰就誰 跟侯友宜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藍白和是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整合 其中包含總統大選 立委選舉聯合政府運作的模式 這根本是一個黨對黨的協商 朱立倫跟柯文哲說了算 侯友宜不算 所以我剛講什麼 這表示侯友宜是被賣掉了 他不是被賣掉 根本沒人要買啊 他是自銷品啊 你知道嗎 有一些產品即將要過期 即期品 降價還有人買 侯友宜是自銷品 朱立倫覺得他不行 對不對要合作 柯文哲說 哎呀有了你就落選了 所以侯友宜算什麼 自銷啊 做出一個產品 這個朱立倫在黨代表大會通過了 侯友宜最強母雞 手也舉了 衣服也做了 海報也公布了 最後呢沒人買 民眾黨不買就算了 國民黨自己都不買賬 為什麼 連朱立倫對他提的候選人都沒有信心 這要怎麼合下去 這要怎麼站下去 所以我常講 一個政黨可以輸 但是不可以虧 如果你虧了 叫虧不成軍 再也整合不起來了 國民黨輸過沒有 輸過啊 國民黨輸給陳雪扁過啊 國民黨輸給蔡英文過啊 國民黨還在嘛 對不對 可是國民黨如果這一次 你是潰掉了 整個潰敗了 你就再也集合不起來 為什麼 你被柯文哲潰敗掉之後 你即使輸了 你的人會往民眾黨跑 甚至有一些人會往民進黨跑 留在國民黨剩下什麼 剩下賣不出去的滯銷品 你國民黨還成黨嗎 當黨都不成黨的時候 我說句實話 朱立倫 你真的會終結掉國民黨的未來 兩黨的政治會在你手中結束 不過你不要擔心 因為當你消失以後 民眾黨就長大了 他會取代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輸 人家講 爭意識也要爭千秋 國民黨 你不要光看到眼前的利益 你爭了你眼前的利益 未來你國民黨千秋萬事的 未來執政權全部沒有了 所以朱立倫好好考慮一下 不過現在有感受到某種程度 到底看到今天的藍白政黨協章 是開心還是覺得有很大的危機潛伏 像剛將軍講的 一個是 我跟你講媒體都問得很直接 藍白河有沒有被朱立倫賣了 侯宇直接說總統這局不會缺席 會這樣問就知道一定有人覺得怪 那這個目前的狀況 朱科會讓人失望嗎 藍白禮目標 我講你如果講 就很多綠營的一些的媒體 看到藍白河或藍白協商 罵到爆或什麼 你看嘛見不到藍白好嗎 這聯合報 即時短評 朱科會令人失望 藍白禮目標還有五百里之遙 時間只剩下到十一月二十幾號 然後呢最近博弈的感受 我不知道會不會 會不會他們兩個人今天穿的是這樣 然後最近你的感受 跟游淑慧一樣嗎 游淑慧直接講說 那整個政黨的氛圍 他到每個地方去 大家罵到爆 為什麼要合 你的感覺是這樣嗎 剛剛講 國民黨可以輸不可以愧 那很多民眾跟我反應是 國民黨可以輸不可以跪 這重點 有很多人現在的感覺是跪 講的比我還要狠 真的他們覺得就是這種態度 真的不行 我給你打到底 本來也沒有藍白河的打算 我們的本來獨立參選 就是國民黨的正常規劃 沒有想到有什麼柯文哲的問題 但為什麼現在好像感覺起來 有點卑微跟低聲下氣 這是對於國民黨知責 最不喜歡的地方 當然不管大家喜不喜歡 還是要看一個數據 我覺得還是很重要 最近有台友做個民調 如果藍白合作破局 誰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第一名柯文哲市長33.8% 第二名是朱立倫主席31.3% 也就是說民眾認為破局的話 負最大責任的第一人叫柯文哲 負最大責任的第二人叫朱立倫 所以今天的會議 有這兩位來開也蠻合理的 誰搞砸的誰負責來處理一下 好不好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奇怪 好不好 這個民調就告訴我們大家 好不好 這兩位今天來收拾善後了 大家來講一下 今天開會我們都講說 他們兩個共同聲明這四點 這四點我老實說 真的不重要 今天朱科會的重點不是 我先插句話 網路上面 網路上面對這四點 我講網路上面 你們一定會看嘛 包括PT啊什麼什麼這些 說講的最多就是四大聲明 就是我們大家平常開玩笑講的話 聽君一起話 還是一起話 插話 網路很多就這樣講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今天的朱科會 重點不是在於他們說話的內容 而是說話的態度 誰說話的態度 柯文哲說話的態度 你有沒有發現以前柯文哲 對於藍白很多議題 都是細虐跟不適合的態度 但是柯文哲今天的態度 讓我覺得 連我都覺得認真很多 看稿念 包括了他說尊重當事人 尊重國民黨的意見 這些話都講出來了 也不再開玩笑了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今天的朱科會 很大一個目的 是要降低藍營支持者 對於柯文哲的怒火 這最重要